當然我們都是要賣一下東西的 首先我們去到5月31日 我們的4000元850截就會完結了 因為我重歸,我回歸之後 我們宣傳一下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米芝蓮師傅炮質的種 自從我上星期說我們賣種好像不似如期 好似又好似,不是好似,今天就好很多 我也是要大力推薦我們的鮑魚果精種的178元 瑤柱火腿種的78元 今天我下午,我太太就開一個瑤柱火腿種去買飯 我問她怎樣 她說真的不同的,一分錢一分貨 我們這些種是好吃的 但我更加推介就是我們這些甜種 三款甜種 包括這個陳皮紅豆沙、柚子和麵蓉 我知道很多網友不吃甜種 但其實鹼水種就不甜,你不點糖就不甜 吃個心當然是甜,但是真的要試一下 本來我呢,我忘記了,拿出來蒸一隻 如果不是我今晚的節目又好吃 我只是用筷子夾開那個路道給你看 你就知道好東西了,真的好吃 不要錯過機會 我很怕你們過期門而不入 就好像,我常常用那個形容詞 就是你們讀到聖經了 有人傳播到福音,你不信耶穌,有沒有搞錯 你聽不到福音就說而已 58元買的,每款都可以訂的 或者直接上來買都有現貨在那裡 好,再去 好了,白玉靈芝陳皮燈檸檬118元 重點說多次就是玻璃維亞檸檬 現在幫我們說玻璃維亞檸檬可以在街上賣到十幾元一個 至少白玉靈芝在香港培植,老陳皮 我們這些白玉靈芝,你這樣放在後面可以 開熱水喝,亦都可以 我喉嚨不適,這次都說話失聲 全部是憑藉著白玉靈芝陳皮燈檸檬,現在連咳嗽都沒有了 這個真的非常好效果,特別是現在天氣變的時候 那些氣管敏感 我就非常推介這個白玉靈芝陳皮燈檸檬的 有貨的,118元 好,再去 好了,這一隻就是我們那些玻璃維亞檬的新貨 雞肉菠菜拌麵 價值就是37元 我們看到每100克只有80卡路里 即是說吃一個這些半麵,其實只有200卡路里 好了,很多其他口味,我們介紹過 就不在這裡逐度介紹 我們有很多網友,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他們就這樣吃這個舉藥麵,其實是一天一餐 都可以在短短的兩三個弱麵,輕了十磅八磅 其實很簡單 第一,早餐可能照吃 午餐照吃,晚餐就找一個舉藥麵 或者午餐餐的舉藥麵,舉藥飯 其實是頂到的 它的飽吐感是絕對不給你吃 澱粉質,即炭素化合物高的 但是卡路里是低那麼多 你想一下,我們平時吃一個飯盒 可能喝奶茶成千卡路里 七八八,八九,八卡路里 你現在有這麼飽吐的東西 原來只有百多二百卡路里 你日積月累,你不要去喝醋 或者其他幫你燃燒脂肪的失票民 它自自然而,就真的叫做食住壽 我很建議大家,除了菠菜半面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咖喱雞肉飯等等 大家可以上來買,放在家裡 就快到歐洲國家盃了 或者你回去吃午餐的時候 在外面吃午餐又貴 帶飯又很不方便 其實我覺得我這樣的舉藥餐 真的非常適合大家 即是喜愛保持肥皂的人士 叫你吃蛋糕之前買的 你們又說不懂得習慣的 這些其實很有中國口味 三十七斤一餐 好,再去 那我們的馬卡咖啡 馬卡咖啡還不是東亞利 我不講的效果 什麼去糖尿病、幫助性能力那些不講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就是好喝 一百五十八塊 裡面有十杯 另外再送下一張 我繼續有的 就是這個馬來西亞阿榮哥的無糖海藍茶 不是完美,原味是有糖的 就是無糖海藍茶 就是適合注意健康人士 這個無糖海藍茶我買九十八塊 一百五十八塊就送你九十八塊 那機不可實 那大家真的要趁著現在這個時間 趕快去上來買這個 當然你說我買阿榮哥 海藍茶送給我 什麼給我可以嗎 是不可以的 因為那個是一百五十八塊 那應該是九十八塊 OK 好,再去 我們不是賣光B 我們看看光B 戴著EA Mask 即是我平時戴著EA Mask 其實在光B之外 你們留意一下 珠咪咪、咪咪姐 他們很多人都戴著EA Mask 這些EA Mask 其實光B現在戴著的作用不大 因為室外 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身內的作用就很大 其實在日本的老人院 幼稚園 每個人都戴著一個 當然這個形狀可能不是這個 統排影 EA Mask 其實是二氧化綠 即是我們那些大噴噴 汽車部的壓縮板 即是他們的科技做到了 在一米範圍之內 空氣裡面的致敏原 比如有花粉症 或有氣管敏感 它全部 99.9999多 可以倒閉 以及冠狀病毒 所以 如果有敏感的人 其實不在你吃靈絲包子 或者吃很多 十條文化 吃藥之前 其實你可以戴著EA Mask 看看有沒有改善 如果有改善 那會省很多 也會吃少些藥 那 69元一個 幸好 用一個月的 這個馬卡氣泡片 講多無謂 一瓶應該有20片 一吃一片兩片 用來沖水 好像那些耳朵 喝一杯 除了精神力氣好 精氣勃勃之外 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令到你增肌 如果有些人不玩健身 吃開肌肉是比較厲害的 大家就試試看 我們跟阿石說 我沒有食界 我沒有玩健身 你不要冤枉我 你冤枉我什麼都行 你說 我是黃旭民的契弟都行 你不要冤枉我健身 我最怕健身 搞得一塊塊 變了骨肉人 好 再去 頭髮機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貨 一部都賣光了 不過不要緊 明天就會有貨 有新貨 為什麼呢 是把握這個機會 送自己和家人一份自信 和愛的禮物 每天堅持使用10分鐘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暗地裡打毛波 即使這是工價產品 但是因為超過4000元 我一樣是給8500元的小聲機 所以基本上全港甚至全球 你是不能夠擁有一部Hair region 用這個價錢的 8500元就是10%就是13800元 再5%就是689元 就是2180元 我不知道我計錯了 便宜這麼多 真的要把握機會 好 再去 最後目景眼藥水 不特別說了 明天我會有些新的公勢 有些新的貢獻 未必一次過來 大家留意著 我看什麼時候 我最快 希望盡快安排到一個AI班 傾清了價錢 商堂地的位置 因為它都是preferred在我們這裡 放兩張長桌 可能一班都只有8至10人 太多人吸收不到 很多問題 大家留意 我覺得是非常有用的 不如以後我們的字幕 我們的配套 產品 是全部可以自己做 不求人物 好了 今天我沒有什麼準備 當然可以繼續訪問我們的歐友 隨口講 可以做一次節目 其實今天 這次我回到香港 我才算過 我總共住了18萬 應該就是6間酒店房 為什麼說酒店房 因為我有些酒店 我會離開過再去 都是住那間酒店 不過不是那間酒店房 住了6間酒店房 有18萬 有6萬 逗留在荷蘭 六天五夜 看看 一二三四 有5萬逗留在荷蘭 即是有13萬 我是在英國 都有的 有3萬在倫敦 有10萬在曼城 你想想 曼城這麼小的地方 我可以逗留了10萬 你說我對曼城有何其熟悉呢 對著荷蘭 有何其熟悉呢 甚至乎對著倫敦 我都覺得我挺熟悉的 有兩天 因為我去了20天 即是在飛機上渡過 首先先說荷蘭 當我才跟一些朋友 比較熟悉歐陸的朋友說 說你去了20天 那有沒有去德國 有沒有去比利時 有沒有去瑞士 有沒有去盧心目 正常來說 你都說20天都去了 但我又說沒有 我住在荷蘭 不就去英國 你去了荷蘭幾天 我去到6月 5月 嘩 How can you stay in Netherlands 這個是我的鬼佬朋友說的 For 6 days No way 那時候我已經帶出一個 很不安的心 但沒有辦法 一個行程人民 我安排他們 如果人家安排完 然後阿渣阿朵 當然是被人吵的 硬著頭皮 都要去 我首先 我這條題 因為我很心急 進來做節目 我寫一句 說 阿姆斯亞丹 是 海牙金獄其外 敗稅其中 我希望將荷蘭的朋友 不要生氣我 為什麼我說 敗稅其中 因為荷蘭這個地方 就好像我們看那些明信片一樣 它非常美 加上天氣好 海島氣候 天陽光燦爛 真的不好 真是美得不得了 但是 真是髒到地下 因為你拍照 你看不到 周圍都是煙頭 垃圾 你真是猜不到這麼美的地方 我在香港 我自己 盡量不要做火車頭 吃煙就站在那邊 免得在那邊 那些煙都攻到別人 這樣就無謂了 荷蘭人真的很不忌 還是那些遊客 周圍吃煙 屌子 扔煙 彈煙頭 周圍都煙頭 我想這些 荷蘭政府 真的要跟進一下 還是他們這麼純相自由 好像在英國我看到 但荷蘭更加不忌 警察都很擔心 煙露當奸 像小林足球 真的很有型 好了 那天我又說了 第一天的行程 我已經走完 我沒有輸入單 那麽裏 即是我馬上做機 那第二天 我首先 就是去了 我跟大家說的那個 叫風車村 其實你問我 我現在回頭 當年我去的時候 覺得很無聊 要這麽大自然而美景 但你後來現在回頭 其實都是值得去 因為 真是美 那裡的風車村 風車一定是建築 就是在河流上面 大家如果知道荷蘭 就知道它有很多水 很多河道 所謂 因為它靠那些水 去灌溉 後來 就是做來風車 還是動力 就是很多樣東西 我們講的那些 就不講 那我記得那個 那我見到那一條友 那一條馬路 那樣有點像雲霈斯 好笑的 真的像雲霈斯 老些 然後表演開磅 接著我 就這樣看著那一條鋪園 原來它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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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覽艇 那些 游覽艇 但是它就不像 在阿姆斯雅丹 那裡 有些是圍著一個城 那樣的遊 它不是 它就只是在那個風車 穿那條河道 鬥個圈 但是都要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但是只有我和他 我和太太兩人 那我買票的時候 就問有個美女 我見到美女 就專門問她 那我覺得 那些中國人不款 就問她 我說 我們要等到幾個人才開船 她說不用的 我們不等人的 就算一個人都照開的 我說是否不是很好 但是 那個雲佩斯是父親 原來 就說 因為他昨天已經很忙 他做了很多錢 所以不等了 兩個 我說不要緊 你等5分鐘 那就謝謝我 然後跟我吃煙 原來雲佩斯跟我同眠 原來 她娶了一個印尼女生 所以 就有一些 好像 亞洲人血統 她說她今年26歲 她一年做半年 另外半年 就在泰國去玩 她說她自己也是 做半年 她說這半年 她就 跟著她去東南亞 好了 我介紹 每一個風車 每一間屋 河邊那些 她 其實她應該要傳一些照片 一會兒看照片 我有些照片 但是照片給我老婆 我免得 她就跟我說 她的照片 她的屋是非常貴 非常貴 很貴的 但是最重要的 她的知識就是 她跟我說 她說 她說 你看到綠色屋 那些是有錢的 她想彰顯自己有錢 綠色屋 那些是貴少少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從那裡開始 她介紹我吃的那一餐 我已經說了 那我就覺得 你這傢伙 你不是做街 你應該做 公共產業 只要你這個樓 什麼時候賣多少錢 全部都知道 我當然會說 在香港 100萬 100萬 是什麼 買利文禮下 那800多萬 好了 接著 我們就上車了 因為我們所謂的 那些 day tour 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有集合點 有車載你去這裏 OK 車上有街會說說話的 然後 那天就再接你們 又載你去 就是那個 所謂的花園 就是屈金香 跟著你看完 就一落車四散 幾天 自己看完那個金香 那他就會有 有車載你去阿姆斯特丹 那你自己喜歡幾點車 就幾點車 好了 屈金香 我上次也說過 理想和現實 其實從來沒有人說過有花園給你看 但是 我們看一些照片 就是宣傳照片 即是大片花園 加上我自己 我上次也說過 我在非洲 在美洲 真的見過一些花園 我當然想像 哇 一望無際的屈金香 是多宏偉 多宏偉 於是我們終於收費 都要二三百港元 叫屈金香公園 上次呢 我們上一張照片 就播了 我們屈金香公園門口 那張照片 我想想 哇 門口都這麼漂亮 裡面一定不得了 大家 坦白說 它裡面真的很漂亮 這個公園真的很漂亮 而且荷蘭原來是 我不去了 我不知道 原來是這些 野外種植 甚至乎會出口很多樹 那些東西 去世界不同的國家 就是我們跟別人報紙 真的有一套 但是 你不要期待我花田 OK 好了 我們開始看照片 喂 不是我給你 我都很多 這個其實是一盤 一盤 是我蹲低了 用我的新手機 只是拍到一部 如果我高一點 後面那個鏡頭拿高一點 已經拍到人了 是不行的 後面那些呢 其實是很小的 大約是一個 就是我們少林十八銅銅 那個頂那麼大 不過我把手機 握到很低 只是拍一些花 好像要那麼多 我們平時看照片 不僅是這樣 還要合成 很肯定是合成的 拿到這裡有花田 其實它可能有花田的 但就不是在我們看公園 但這個公園都是值得去的 我覺得 我忘記它 不懂得讀的 那個名字 是荷蘭文 好 再去 我想你們一看花田 其實是一些這樣的公園 這樣有一堆堆 是的 其實去到 你始終是大自然 那些道路又很靚 都是靚的 但是呢 也有些河擺設 但就不是你想那些花田 真的不要想多了 再去 那些河 因為大部分上 我或者我太太 所以我就 skip了 其實呢 這些全部是 不是下載的 我用手機的 那你 你終於明白 為什麼那些鬼佬這麼喜歡 坐在那裡 真的曬太陽 因為 我去那裡 走我大概一個小時都不夠 我已經受不了 我都坐在那裡曬太陽 我說 你怎麼有車 坐車回去 其實就不停 我還未經過 是靚的 真的很靚 好 再去 那我當然 我在門口臨走的時候 看到 這個是我唯一 叫做同仁合照 看到那些荷蘭 女 你知道 去找食 全部都一樣 去到新疆 其實那些新疆 小數民族 你猜它平時會不會穿成這樣 小數民族 當然不會 但是哪會跟你拍照 但是呢 畢竟是一個鬼妹 那我繼續跟他拍照 好 再去 好了 跟著呢 這裡 其實呢 突然間 我擺亂了 這裡是阿姆斯特丹 那條混河的夜景 來的 這個應該已經九點十點 那些日照時間 特別在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特別劑 應該是 那個好像很出名 我不知道 可能那些網友 真的告訴我 你知道 意大利有比薩齊塔 其實我們看到 中間的那個建築 都是歪歪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看這些荷蘭風情畫 都有介紹過 但是去到 就不害如是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吧 但是 你這麼說 這麼歐陸的 這麼細細歐的 歐陸建築 加上那些 燈光 夜景 就很漂亮 而且去那個旺城 晚上十點 十一點 他真是旺過 英國就不太旺 他真是旺過我 印象中 特別是一天放假 好像九十年前 銅鑼灣 星期日那樣 多人不到 那些遊客 你都說不到 你肩摩骨擊 這個就是 雲河邊 其實在後面就是唐人街 來的 再去 這個應該都是 那個地方 就是 前面一點點 就是 最想的盡頭 就是那個 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 我放了那些照片 不要緊 我照講 我看到廠我會講 OK 這是我手機拍的 大家都可以 多漂亮 S24真的很像 好 這個是中央車站 其實 你就這樣看 這些已經是 如果 其實 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阿正也是 小一點 其實英國也是 如果我們以前 中上環 根本就是這樣 不過拆了 以前是很密集的 遠遠一間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七幾年 七十年代 我小時候 過西環 當年有唐牛 但是有很多類似 這一類的建築 這些應該是歌德式 我再去 好了 真的跳來跳去 那天 我們在這個 阿姆斯特丹那間 海天酒家 即是說 我遇到一個很漂亮的 讀石吃的香港女生 我吃什麼 大家 有蝦腸 蝦腸隔壁 那個時候是分開的 你看上去也是 挺像樣的 很漂亮 透露 那些 好了 牛柏葉 排骨 鳳爪 和燒賣 全部都很漂亮 我就覺得 我經常跟我說 其實歐洲 哪裡 加拿大 很懂得香港的點心 其實是有道理的 第一就是 很多香港人過去 老師傅 第二就是 老師傅過去 他反而不轉 他一代一代教你 這些新的職業 可能他都走了 到了休了 接著師傅教我 就這樣做 反而 積徵 全部積徵 所以 但是你又不覺得 他們又不覺得 那種不一樣 故事出八個字很兩期 如果我們香港 吵你 吵你 但是 歐洲是這樣的 你去到 我自然沒有這麼急 那又不會有這麼久 其實他的爐垢 他都是四五個字 你積徵就 喂 就好吃了 四五個字 香港發桌 你真是吵夠你 是吧 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他材料新鮮 他的東西 比香港好吃 真的 那 反而牛排裡面 是很好吃的 我覺得 但是我去歐洲 無論是英國 在倫敦 無論是英國 在倫敦 或者是河 阿姆斯特丹也好 他每樣都貴的 吃東西 但是喝茶就真的不貴 我上次講過 就是我九個人 埋單 我又叫點心 又叫炒東西 又叫鍋米 又叫燒味 一百四十幾英鎊 那千四港幣 九人 香港不行 香港現在隨時一個人 百幾二百元 一個人 這個應該是阿姆斯特丹 再去 這個是另外一餐的 這個是另外一餐 這個是阿姆斯特丹 沒錯 就是榮記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下面 他移動了十九歐 十八歐一個菜 這樣也沒辦法 但他每個菜 為什麼會這麼大一盤飯 因為我叫了兩個菜 原來這兩個菜 都會跟進兩盤飯 那是其中一盤 吃得你吐 我避開到第二盤 我說不用了 還沒碰過 馬上拿回去 他是這樣的 如果你 比如說 燒味飯 還是燒味筋飯 燒味飯就叫做碟豆飯 燒味筋飯就是這樣 那只差一兩勾 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八身豆腐煲 有菜 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越來越多 外國人 往唐人街轉 不是有唐人帶他們 我想 比例 三七 三個外國人 七個唐人 文化始終接近了 今天當我講 我有些供應 還有一些英國的網友 漏我 他們其實跟內政部 談過 英國其實很缺很多食物 即食物品種 為什麼以前不做 其實不是英國政府特別嚴 這些涉及我的商業秘密 問我有什麼興趣做 然後我想了一陣 老實說 興趣永遠都有 但如果我要做 我要起床 我不能夠依賴我的兒子 請個人過去 打算做批發話 那就是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 現在我們這裡有記 好像剛剛在醫院 就是 搭搭橋那個 他都直接回日本海鮮 啊 生果 回英國的 因為有個市場在 老實說 有些東西是嚴 但是它不是不行的 是吧 以前的外國人 就踩你狗狗 你自己想賺錢 當然要努力一些 它的燒排骨和醬油雞 是有水準的 不過大家 我又不明白 我還沒去西坦 在外國我沒有吃燒鵝 只是燒鴨 不知道為什麼 是 你明白嗎 但是整間 我看到那些糊 有些鵝 那是天鵝 那是你咬它 沒有理由不能吃的 為什麼呢 我要先研究一下 如果在 在 我真的不知道 我當然比鴨好吃 雖然我自己喜歡吃燒鴨 多一些 但是我問那些朋友 多數都是 十居其九都是吃鵝 香一些 滑一些 好 再去 這一個 都出名 叫做 四方屋 在荷蘭 這個是在陸特丹 那天我們有個 街 那街 講英文和西班牙 因為我們的tour裡面 有四五十人 有六七個 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就是西班牙人 結果又要講 英文又要講西班牙話 當然我不知道講什麼 這個 他只能帶我們進去看 但是有一間屋 就是有個人 就知道 買下來 就開給你們進去 每人收一 歐 我心想 我馬上跟我老婆跪了 二百多萬港幣 一人一歐 你差不多每一個遊客 進去都會去看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得做 我們再看看這相片 進去那間屋 其實就是完全不好住 兼鴨 三尖八角 兼鴨 兼鴨 即是你個人 相信風水 肯定不太好 這些是為建築而建築 大家可以看到 我揹個袋 這個袋在往後之後 會發生一個大故事 我平時不戴袋 但我老婆說她怕我被人偷東西 結果呢 就買了一個袋 我帶著所有政見 錢在那裏 好啊 好事 她說 喂 廢話事 要不然被人偷東西 正正是這個結果 我就蒙受一個很大的損失 你去到那裏我就不說 我這一個 為什麽把照片放在那裏呢 我就拍得了 播得出來 我老婆就不想播出來 其實呢 是絕對很大事 我沒有拍了其他位置 說真的 暗暗到啦 四方形 還有一個追體 那樣子 你想起 你裏面都站不穩 很多位置浪費了 真的不行 好 再去 那附近呢 有一個 這個黏什麼 不是笨手 是一個Pencil 其實去荷蘭人呢 其實荷蘭人應該是日移民民族 他們那些藝術 又或者他們那些 或者他們扮 他們覺得 那些Modern Art 他們是差不多三部 一樓十部一角的Museum 什麼都叫Museum 什麼都叫Museum 什麼都叫建築 這個叫Pencil 不知道Pencil是什麽呢 Pencil都知道 我就不覺得是什麽特別的 但你問我呢 我們唐人是說風水 一定不好 這些 因為我們現在要四平八穩 事事正正 那怎麼辦呢 這些 好 再去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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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你就不要以為是見到Pencil 就是Pencil 其實這個是呢 我們去 有一個在海 在陸特丹去海 中間這個地方 有一間工廠 就是呢 很出名的 你們去到 看到那些白色的瓷器 藍彩 就是藍色的陶彩 它是那間工廠 但是很貴的 他也教我們 怎樣去分工 和印刷 但是印刷都貴 也是經過人工去印刷的 所以我看見 那些為什麽貴 當然 他裏面有個介紹 其實呢 都是來自中國的瓷器 即是China 就是他們去仿效的 那現在已經是為皇室去畫 那真是用人手畫的那些呢 根本就真的很貴 可能買一隻碟 四五千元 那你想一下歐洲人 的人工 我又會畫畫 那些人不知道 說不到一隻 那幾千元 真的 另外有一些印刷出來的 都貴 在這一期呢 他剛剛就在做一個 北加索的展 即是他有一些瓷器 就會賠上北加索的作品 風格上去 所以呢 我在門口 就是去另外一個 我叫Durv 中間有個城市 之前就在這間瓷器廠裡拍攝 那你看完那些之後呢 你去到出對 陸特丹 阿姆斯特丹 那些souvenir shop 看到別人的 那些瓷的那些鞋 那些 或者那些白瓷器 那些藍色彩的那些 那些藍色彩的那些城市呢 就是我認得那一架車 這個呢 叫做舊教堂 OK 那這個城市呢 其實有很多故事講的 我們在中間那裡 那些藍色彩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盟軍其中有一個 荷蘭特 在這裏呢 是一個指揮中心來的 那但是 他旺移了 那而這個城市呢 都是 那些皇家 那些皇家 他的家庭 即是他的皇帝 就葬在這一個 這個叫舊教堂 那對面有一個新教堂 那裏 新教堂要給錢進去看 我心想 你老母 又不是給我看你那些 無賴衣 又不是無賴衣 無論如何還要給錢 那而且呢 當我看完一兩個教堂之後呢 你再叫我看什麼 那裏教堂我真的不要教我 那裏整個歐洲周圍都是 是吧 即是你沒看過就看一下 看完裏 周圍都是 那連曼城裏面 都是很多舊教堂的 都是不知一六幾年幾年 那大佬不要教我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那麽高級 好 接著我們呢 其實這裏呢 又回到陸特丹 我亂買相片 太心急做節目 又回到阿姆斯特丹 其實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那裏呢 甚至乎呢 其實這裏呢 你們看相片看得最多 那些遊客就在這裏拍照 就好像我和你現在這裏拍照 那裏呢 那兩旁呢 其中呢就是這個 啊 啊 紅燈區 好再去 這一個也是很經典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經典 那我整天看到人在這個位裏拍照 去心打卡呢 那這個位 那我 那我輪著 現在打到一個 都拍一張 沒有人的 其實我等過很久了 全部人 我前面幾天都看不到強國人 終於被我見到强國師奶 咬你老母 她站在中間 她站側一點我就可以拍到 咬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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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個人在排隊 不是排隊的 真的在在等著 所以我終於說 西小姐 你拍口尾在這裏說 很多人說 啊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但是我寧光的國語 他都知道 對不起啊 但是其實他看著我們 他真是沒有反應的 他真是不想直至我出聲 在那裡鬆手弄之啊 你應該幾十張啊 就是這個位置 有時候我想 有些人在那裡住 有些人甚至乎有一個私人 私人船的 不一定要駕車 可能就拍在那裡 你看到房間那裡有條邊的 就是拍在那邊的 那我呢 想 如果你住在那裡 其實沒有什麼人事 因為很多不斷有巡航船去看的 而且不接地氣 我都不知道 我就不會住了 但是你去旅遊就覺得很有趣了 再去 最後 當然了 我上星期播過了 農場 其實呢旁邊那裡 我們看到的奤兒哨鱗 農 plotted Bolto 的都這樣的東西 is a warntar main 其實是一間打針軍的那個地方 任務 Him consult 老實講 他一直 我們左邊那裡 是紅燈區 有過量有通宅內囊 Galaxy of the ge både到 現在還沒工作 那些遊客池大怕 所以我覺得請他鼓起勇氣 進去 召集都不只容易 誰知道是打真軍 肯定知道 為什麼呢 他其實是有了 我問女婆看不看 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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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懶得了 因為如果看完我要交功課就麻煩了 他裏面是有真人表演 什麼真人表演呢 就好像泰國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泰國人回來 有開氣水蓋那些 接著是男女 不用避孕套 我所知 打真軍和多男多女 是一個表演來的 不便宜 我想可能要三四十磅 其實我這次去完之後 他很多時候可以先在Apps訂我 但是在Apps訂是公額的 我爹你去想到哪裡 我老婆訂Apps 我就去 然後呢 一句 就是 哎呀 Mr make it cheaper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的 一定會便宜不到 所以呢 但是你就沒有這麼安心 你沒有訂定東西 你去做牛仔 好像我老婆跟我訂去阿職士的球場那樣 屌你到尾 我就去 去到我又早了一個小時 屌你還在那裡等我 然後我常常走過去 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現在走 他就馬上找我街帶我 他就說真的 是有格說的 這一檔東西 如果去過河蘭的朋友 你會發覺 後來我看了一個Sausse Museum 但那個就是沒有了道 只有一個小 這些是真人表演 有裙膠 我不知道有沒有藍藍 其實紅燈鏡有些好像我那樣的款式 但其實呢 因為我老婆在這裡 其實也不乎由好親材 當然我不說太細看了 我有些 by eye measure 基本上就是你們看的那些日本 不是日本 是歐美小電影 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女主角是有的 即是那些骨還是很細的 已經很空的 而且全部都是坦空奴備 即是高車開到上來 那一般收費就不貴的 我問過了 就50鎊 但不知道15至10分鐘 那我覺得很大壓力 如果15至10分鐘 你有沒有收到人家 真的不知道 你能收到人家 我相信是的 可能找些濕紙金碼 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對面那麼多人 你突然開門 一開門進去 那一刻都不算了 出來 一開門出來 叫他 鄭伊健 你這樣奪臉 雙齊 這樣 你真的 老實說 那你如果50鎊 在那邊來講 你吃個飯都十幾鎊 50鎊 又不是很貴的 那歐洲 那它多數現在那些 就是因為拐賣就少了 我不覺得100%沒有 那其實很多的東歐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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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羅里亞 捷克 經濟發展得 沒有那麼盛的國家 你需要什麼去做 又或者 可能我看上去 有些 墨西哥 意大利 都不奇的 那你 有些 可能你可以 跟它講假 因為它有幾種服務 我所知 有 債擔 就是 補作 透膠 還有 拼東西 我想都是這樣 是不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 都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 環街產行就充斥著很多大麻店 我又不覺得很多人 因為是佛法的 買大麻在那裡 街上都沒有什麼大麻味 反而我在英國 周圍都聞到大麻味 那些酒吧附近 在曼城都很多 沒什麼所謂 其實英國就很簡單 英國就沒有說合法的 但又不犯法 你不知道它算怎樣 在阿姆斯特丹 其實周圍都是這些 sulfine shop 就賣了大麻 我沒有聞到那種味道 也都見不到人吃 但是看到很多人 不會買的 就是買了一些大麻糖 大麻衣服 即不是大麻做的衣服 本來我也想買一些 熟大麻回來 就是火麻人 但是我想想一下 叫你老母 生的種子 我一定死定了 香港一定會發發的 熟的 如果裡面有粒生的 那麼大麻 都是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因為熟了應該是可以帶的 為什麼可以回去做火麻人 那麼荷蘭呢 其實這個已經是 我第三天的行程 但是為什麼呢 一天一天 我只是去一個飯糕館 晚上就去吃飯 都當是一天的 因為如果不是 我真的度過不了 六天五夜 但是阿姆蘇日丹 我就走到 譬如說 現在這個第二條行程 進去什麼店舖 我全部都可以給 真的很嚴重 好了 明天我看看 有沒有趕得及 希望可以找到 我想明天 不知道回來香港沒有 我都盡快想開那個AI班 我覺得那個真的幫到大家 無論在職場上面 或者自己的自我的增值 大哥 現在人家真的什麼都AI 你還蛤蛤蛤 我們怎麼辦 好 明天再見 拜拜